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4年 1月16日 已經是星期二了 很多人 說北上去深圳消費 是因為香港的服務態度差 而且價錢又貴 所以性價比很低 最近我們看到 有一個post 在香港點心關注組 其中有人就說 在莉苑酒家 時代廣場那間 遇到一些很不禮貌的對待 這件案件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最近我去喝茶 去到 Colandale那間金龍軒喝茶 也是類似的 沒有他那麼慘的 只是 入場的時候 他問我們多少人 我們說七個 現在到齊了 我們有一個去泊車 那你先等齊人吧 兩個去泊車 五個人站在那裏 你們也不讓人進入嗎 他問我們現在 太多人了 1月4、5日 假期呢 所以我們也要等齊人才讓人進入 我們已經五個人在那裏 難道那兩個人會不來嗎 這些事情 令人聽到很不舒服 齊人之後才讓我們進入 當時 裏面剛剛開 也不是很多人還沒坐滿 用不用這樣 你真的好生意到這樣嗎 我們坐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左右是真的坐滿人 就算坐滿人也好 我們那兩個 難道你覺得會不來嗎 難道我們坐下來就不點東西 要等到那兩個人來才 要等到那兩個人來才點東西吃嗎 就算是 你的桌子 會不會差過多少分鐘呢 我覺得這些是一個 很趕客的行為 不過情況不同 因為倫敦 你可以喝茶的地方 吃得不多 可以稍為像樣的 所以也沒有負 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現在 面對的競爭就是大陸 香港 我們看看這次 銅鑼灣 時代廣場的利縣 看看怎麼趕客 坐下半小時 就不停趕你 的所謂走家 很肯定告訴你 服務肯定超越傲偶 傲偶就坐不到半個小時 因為你一坐下就問你吃甚麼 兩秒鐘就放下東西給你炒蛋 火腿通 幾乎真的兩秒放下 快到不得了 那些人吃得快 他的東西上得快 其實他也不是說很趕客 只是上得快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他說還有菜未上 就過來收桌趕你走 精彩 事緣是這樣的 他說 我們11點50分入座 張單有個位寫著 如果12點45分前埋單 就有85折 但是我們難得一家人喝茶 根本就不在意折扣 只是想正正常常地吃東西而已 他說 第一輪點心 然後時應已經問你 叫了甜品沒有 他說 立即回應他 我們也沒吃飽 然後那20分鐘 他就不停車輪地叫你賣單 他說 Reception 已經說了一點前要交桌 他說真的好笑 他用正假飲茶 又不是叫得小點心 最後再叫多一碟乾炒牛河 乾炒牛河也沒來 就有個侍應 突然去收走他媽媽的筷子 他說 你幹甚麼事呀 我們還有東西未到 然後他就口黑麵黑地碰完 再放手 放一對筷子到桌上 然後他就說 化爛了 你這樣不對啊 是不是應該拿一對新的筷子過來 然後他就戴口罩 眼神就很兇悍地瞇著他 之後就把一碟乾炒牛河很大力地放在桌上 他看到這樣 立即 跳氣不順了 立即叫部長和經理過來 很激氣了 最主要就是 他完全不明白 為甚麼要趕人 他們還有幾張桌子都是吉桌子 門口也沒有人排隊 現在香港食肆是不是這麼討厭做香港人生意呢 口碼說 看回OpenVis 原來很多人投訴他們的服務 在不同分店的利院都是這樣的 這些就是他們的利人精神 問號 最後 他說 他說我還沒去前 以為利丸可能也有些東西好吃 那份小腩仔改名叫兵火三層肉 好像那麼厲害 來到的份量 是一個小朋友的手掌心大小 橙皮硬刀 很重要 可能那個兵字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 這些個案 我想問一下有沒有朋友遇過 很久之前 因為大家知道很久沒有在香港 以前 利丸也有吃過 好像在 原方 好像在一家利丸 我那時候好像在原方那裡吃過 然後時代廣場好像也有吃過 在旺角那家利丸也有吃過 也沒有試過 問題是 究竟他是香港人的問題 還是把桌子要留給人的問題 問題是 如果 你說他桌子 坐下之前 桌子我們有人預約了 一點鐘要交桌 你這樣說 人家的氣順一點 可能是人家預約了 問題是 那裡有很多桌子 也沒有人要排隊 那麼你就說 12點45分之前 賣單就有8、5折 我不自在那些 甚至乎 我想叫多點東西吃 那麼你是不是不做他的生意呢 好了 如果你真的那麼緊張那些生意 打算多做一輪桌 那些客人還未來 你還要輪流 車輪節 其實很明顯 整檔東西 他們都有共識 快點叫客人走 快點吃完東西走 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新客人來 整個牆壞了 這樣很好看嗎 是不是 有時候不知道老闆 在想甚麼 還是 我想問一下 是老闆對那些伙計很刻薄 使得他們這樣趕客 還是怎樣呢 一件事真的要問一問 在銅鑼灣的朋友 或是有去開理院的朋友 是不是這樣呢 我以前去吃東西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看到我出的post之後 有些留言說 一直都是這樣的 你少去 如果是屬客是不同的 會好一點的 你覺得沒錯 屬客是很欣勤的 可能那個是山客 其實大家知道 去得喝茶 通常都是比較悠閒一點 趕頭趕命就吃快餐啦 所以你不怪那些 你不怪那些 算了這些東西 一點也不便宜 早幾天 即是我們在說1月4、5日 我們去喝茶 當時他說假期 1月1日是完蛋 放完 還有放假嗎 有很多香港人嗎 真的有很多香港人 那天我們坐了半個小時之後 真的坐滿了 去廁所 看到 門口已經有人在等位 因為英國沒有選擇 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 英國有很多餐廳的 問題就是 大部分的餐廳 因為他們要做鬼佬生意 他們把口味已經轉去賣鬼佬餐 炸東西 甚麼都炸了 然後是螢光汁 有橙色 有粉紅色 總之 基本上那些不是中餐來的 那些已經是 變了 鬼佬吃的 中式的鬼佬餐來的 很難吃的 這樣就不行了 所以呢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 你是被迫著去的 只有幾間可以吃的 不是每間店 唐人街比較好一點 但是 唐人街不會那麼遠去的嘛 拍車又貴 10磅每個小時 你最少要拍兩個小時 因為一個小時就不夠了 待會兩個小時就已經20磅了 又要開車 如果你是平日 星期日好一點 星期日就可能不會收 那些 是不是那些人 不在香港消費就是那些害群之馬呢 真的 不單止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我看到生意很差 有些網友 周不時有些片送給我的 幾點 剛才有個熱心的網友 昨晚8點 8點半 昨晚8點半拍的 銅鑼灣 他說 波斯庫街的街道很安靜 就算時代廣場也不算很多人 那裏的茶記 波斯庫的茶記 只有兩三台客 他說差到這樣也沒見過銅鑼灣那麼安靜 昨天星期一 可能 但星期一也不是這樣的 各位香港的朋友 你們可以隨時報料的 因為 如果 現場 逃文兵謀有了影片 最好 可以了解多一點 現在真的是不是差得那麼厲害呢 是真的很差的 如果這樣的做生意方式 哪裏有客人回頭啊 你真的在說客人嗎 很好生意嗎 周圍都不好生意 就是這些害群之馬 變成 有些可能有心機做的 都被你搞臭 麻煩 如果有相同經驗的網友 不如你們 來評論一下 有沒有去利縣喝茶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對待 又或者不只是利縣 有很多其他棧樓也是這樣的 歡迎你們留言 我們來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 香港 是不是真的生存不了下去 你的生意已經難做了 你還會這樣欺口欺臉的對人 讓我也不貼錢買爛壽啦 你得消費 這一節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 多點欣賞廣告 香港朋友 你也可以 訂購我們的VPN 保證你 上網有安全保障有101%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是在哪裏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